针对这一段老师的开示呢 我特别有选老师的 广海明月开示的406奖 406奖一起对照做学习 好 那请播放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 学习广论的时间了 今天呢 想继续给大家讲 佛经上的故事 是关于难陀 乌伯难陀 两个龙王的故事 佛陀在世洛伐城 奇数几孤独猿的时候 告诉比丘们说 比丘们 你们应该在 毕经处 或是树下 或是在空房 或是在山崖 或是在岩洞 或是在草屋 或在空地 或在湿陀林 或在其他树林之中 或住在角落的房子 在这些地方 依靠着简陋的住处 摒弃外援 端正立心 休息净率 以求断除烦恼 比丘们 不要放异 以免事后忧悔 这就是 我真实的交界 世尊就告诉这些 比丘们 要摒弃 溃恼 而做思维 在世尊这样 告诉比丘们之后 比丘们便去遇到 像兰若呀 树下 还有空房 山沟 山洞 草屋 还有露天之处 坟场 森林 毕竟的住处 有的甚至在 须密山的阶层修订 有的是在 七重金山 有的在 无热脑池 有的是选在 静静流水的 池塘 有的是在 适合于全市的 城市 乡村 国土 边境 和王宫附近 等各种地方 修订 当时呢 有比丘得到 世俗神通的 他们就去到 须密山那里 修行静律了 佛陀说 比丘们 须密山的基部 从金刚轮往上 直到海面 有八万游巡 从水面往上拔高 也是八万游巡 须密山王 是由四种珍宝所成 形色美妙 好看 壮丽 它的形状是锋利的 在其四面 各有两千游巡 人们和天人 都喜欢看它 书庙的相状 须密山顶部 有三十三天 是由四种珍宝 所构成的 东面呢 是水晶 南面 是琉璃 西面 是白银 而北面呢 就是黄金 在这山下的大海之中呢 有龙王的宫殿 也是四种珍宝所成 真是应有尽有 当时呢 有两位龙王 住在这里 他们呢 分别叫 南陀和乌波南陀 各有八万四千只龙 作为眷属 这两位龙王呢 即便是金翅鸟王 都无法损害他们 他们的饮食 都像天人一样的 上庙供养 看起来福报 非常地大 可是这两位龙王呢 由于贪爱 用他们的身体 把须弥山 绕了七圈 昂着头 占据着土地 据说他们能够活到一劫 他们想 这些享受 都是我的福德 所招感的 又因为出于嫉妒心 每天三次吐出毒气 方圆二百五十游巡之内 鸟兽闻到毒气 都会异常地痛苦 甚至都会丧命 而龙吐毒气之后 便睡着了 那些休息净律的比丘们 因为龙的毒气 皮肉变色 憔悴 尾黄 所以 当时在须弥山的阶层上 修订的那些比丘们 为此所苦 看起来变得 苍白干枯 瘦弱 而憔悴 世尊曾说 比丘们 你们 想令戒律清净 可以每半个月 进行诵诫 为了除去罪过 要做字字忏悔 所以这些比丘 听了佛陀的教诲 到了要布萨诵诫的日子 就都会回来集会 这时候呢 原来住在寺院里的 比丘们感到奇怪 就问 为什么你们的脸色一长 枯黄成这样 修禁语的比丘 就讲缘由 都告诉了他们 比丘们说 既然龙对你们做脑海 为何不调伏他们呀 回答说 只有世尊和大弟子 才能调伏他们 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于是比丘们便将此事 禀告了佛陀 佛陀便想 我的弟子当中 有谁能降伏 这二大龙王呢 佛陀知道 大木剑连 一定能够调伏他们 于是就告诉 大木剑连说 你留意一下 难陀 乌伯难陀 这二大龙王 大木剑连 听了佛陀的命令 说大德 就照您说的办 于是就入了定 在 世罗伐城 消失了 而出现在 须弥山 当时 尊者 到了须弥山顶 发现呢 龙王难陀 乌伯难陀 都睡着了 所以尊者就弹指 想叫醒他们 但是呢 他俩都没有醒来 他在龙王的身上 走来走去 可是龙王却睡得很沉 没有察觉 于是他又在龙王的头上走路 龙王仍然没有察觉 木剑连尊者 又进入到龙王的肚子里 震向雷霆 可是他们仍然 沉睡不弃 当时尊者就想 有两种方式 能降伏龙 是哪两种呢 一种是 让他愤怒 一种是让他恐惧 但是我如果 激怒他的话 整个山谷周 都会受到震动 所以 我现在应该 让他恐惧 就 化现出 龙的形体 比这两只龙 大了三倍 然后绕着这两条龙 整整七圈 并且把头 昂了起来 尊者化现 成为一条超级大的龙 这个时候 龙王感到身体 很重 就醒过来 看到这么大的龙 惊恐万壮 不知所措 就想 哇 我们的住处 被入侵了 夺取了 于是变化作 比较小的形体 想要放弃宫殿 而逃窜 这时 大不仅连尊者 就恢复 本来的样子 整理 威仪 挡在龙王的前面 问说 你们 两位龙王 要去哪里呀 龙王回答 有威德 强大的龙 来到我们住处了 想危害 我的性命 夺取 我的宫殿 遇到这个灾难 所以 都逃往别处 尊者说 我刚刚到你们的宫殿 没看到这回事啊 龙王说 我们亲眼看到了 尊者说 你们可以回到宫殿 告诉我 那条龙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时 龙说 大德 难道你也想杀我吗 尊者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看 谁敢杀你 应该回去 把他的长相 指给我看 于是龙王和尊者 又回到了住处 只看到宫殿 空空如也 没再有别的东西了 两位龙王说 莫非是圣者 看到我们太凶暴 所以 故意视线 让我们惊恐的呢 尊者笑笑说 或许是这样吧 龙王就禀告说 圣者 为何而来呢 尊者说 你们听着呀 你们过去 造作了下里的恶业 才堕落成 畜生 承受这个果报 现在你又生起 猛烈的毒害心 杀害友情 没有悲悯 死后除了地狱 就没有其他 投生之处了呀 这两位龙王 赶紧都来 顶礼尊者的双族 说道 那您觉得我们 该怎么做 比较好呢 尊者说 你们现在应该要 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直到命中之前 都不要再杀生 乃至不饮酒 在徐弥山沙 住着各种 禽兽生命 你们要 施予无畏 不要让他们惊恐啊 龙王便告诉 我们愚痴 没有智慧 有幸 承蒙圣者 救把苦爱 我们诚心发誓 锦衣言教 从今以后 直到命存之间 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对于各种生命 不让他们苦恼 爱护他们 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除去 称毒之心 当大木剑连 降服完这两位龙王 准备要回住处的时候 这两位龙王 鼎礼尊者的双族 启白尊者说 大德 我们堕落迷途 信号 长蒙您的恩德 得到您的救济 请求您帮我们 烧化去 世尊面前 待我们鼎礼 世尊的双族后 启白说 不知道 世尊您是否 少病 少脑 起居清利 气力调和 接着 接着带我们 起白说 希望您 慈悲怜悯 弟子们 让比丘 比丘 你们 在用斋后 念诵 咒怨时 帮我们 回向 可以脱离 畜生到 往生 善去当中 木剑连 尊者说 我可以帮你们 起白 当 大木剑连尊者 调伏完龙王后 就如同 壮士手臂 一曲一伸 那么短暂的时间里 从 徐米山 消失 回到了 士多林中 木剑连尊者 到了世尊面前 顶礼了 世尊的双族之后 向 世尊 起白道 弟子 已经降服了 两位龙王 让他们受了 三规五戒 还让他们对于 住在徐米山的友情 发起了慈悲心 他们两位 托弟子 鼎礼 世尊 您的族下 并且 要跟您说 不知道 世尊您 是否 少病 少脑 起居 清理 气力 调和 我们因为 恶业 堕落到畜生道中 受种种苦难 齐请世尊 能够 慈悲 救济我们 木剑连尊者 把两位龙王 要和佛陀说的话 全部都起白了 世尊听到之后 就赞叹说 善哉 善哉 这两位龙王 能对恶趣 升起艳丽心啊 世尊就告诉 比丘们说 从今以后 我的 比丘 比丘尼的弟子们 应该要在每次 用完斋 念 结斋 祭时 念那两位 龙王的名字 咒愿他们 能脱离恶道 往生善去 好 在刚才 无怨无悔的开示里面 老师有说 遮止力是哪一点 从此 致止 防护不躁 我们汉传只有 从此 致止 四个字 谈到 从此 致止 这四个字上 一定要 狠狠地 用力地 发心下去 就是 遮止力 要下一个决断 从此 不做 上面 忏过的那些 好 那我们刚刚 学习这一段 时候有特别讲 老师在这边 特别强调说 念到防护力 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狠狠地 用力地发心 然后 要下一个决断 从此 致止 防护 不犯 那个心力 要下得很猛 所以刚刚在老师 讲的 两位龙王的故事里面 他们接受了 穆金莲尊者的调幅 好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自己 也发起了 忏悔之心 那你们刚刚听到 老师的开示就有讲 龙王就 禀告 穆金莲尊者 说这个 我们鱼痴没有智慧 有幸成蒙 圣者 救八苦害 我们 诚心发誓 发誓 锦衣言教 从今以后 直到命存之间 皈衣三宝 受此五戒 对于各种生命 不让他们苦恼 爱护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除去 称毒之心 他们真正 听清楚了 想明白的时候 就是这边讲的 他会下决断 然后 发誓 按照圣者的教导 要调伏自己的称心 爱护友情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皈衣 然后受戒 所以你看到 那个真正悔改 真正翻转业力 下决断跟发誓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在这个龙王的故事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 后面呢 老实说 所以念到 从此至止 防护不造这个部分 更不能浮浮泛泛的 要把这个心力 非常猛地用下去 这样辛苦地搬下去 一定要成就 忏悔的果 讲到修行的时候 如果一直都用 很猛的心力修行 持续地这样修 大家会觉得累嘛 对不对 但那个时候 要思维清楚的是什么 如果不这样修 那一直在轮回里面 拖延着 那那个痛苦会更深 那其实那样子的 在轮回里面的 活着的方式 也会更累 所以认真讲这样 其实不辛苦 只是你辛苦 一个短的时间 那可以把轮回里面 这个长久的痛苦 断除掉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在刚才的 广海明月的开始里面 老师就有念到一段 佛陀的教诫 对比丘的教诫 说比丘们 你们应该在必进处 或是树下 或是在空房 或是在山崖 或是在岩洞 或是在草屋 或在空地 或在斯陀林 或在其他的树林之中 或住在角落的房子 在这些地方 依靠着简陋的住处 摒弃外援 端正内心 休息近律 以求断除烦恼 比丘们不要放异 以免事后忧悔 这就是我真实的教诫 看佛陀对比丘弟子的 期望也是这样子 讲的都是树下空房山崖 草屋空地 住在角落的屋子 就是希望大家 放掉这些现世贪着的贪染 能够专注地在修行上面 所以真正谈修行的时候 像世尊就会告诫 比丘弟子要摒弃窥 摒弃这些世间的喧闹 而做思维 而做休息 所以其实真正修行的时候 是要这样子用功的 所以老同学也都知道 师父常常讲那个 狮子薄兔 狮子薄兔 就是狮子要去 跟兔子打的时候 就算兔子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他也是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的这样做 那师父也常常讲 修行的时候 其实就要拿起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那后面故事里面讲 说那些 在须弥山修行净律的比丘 因为被毒龙的毒气 弄得皮肉变色 憔悴为黄 那所以 他们有记得佛陀的教诫 佛陀有说 比丘们 你们想令戒律清净 可以每半个月进行诵戒 为了除去罪过 要做自制忏悔 而这个持戒的生团 都会这样做 就是每半个月会诵戒 而诵戒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对戒律有违反的 就会做忏悔 那也就是 持戒的生团 他会借着这个 半月半月的诵戒 维持他这个 大众的戒律 清净的持守 然后说这些在虚弥山 修净律 修禅坐 这些比丘 听了佛陀的教诲 到了要 布萨诵戒的时候 他们就会回来 参加这个诵戒的集会 那他们既然有能力 飞到虚弥山去修行 那就应该是说 修行净律 禅坐应该有一些成就 有一些体会 但是他们也都会听佛陀的话 那个到布萨要诵戒的时候 就会从虚弥山回来集会 那本来广论上面 就告诉我们 师父跟老师的教诫 也常常讲 屈辱定会的基础 就是戒嘛 对不对 你看这些有神通 能够飞去虚弥山 修禁律的这些比丘 他们也都会很重视 这个戒律的基础 那到半月半月 要诵戒忏悔的时候 就会回来集会 那在刚才的那个故事里面呢 有一段 是穆建伦尊者他想 他说两种方式 能够降伏龙 哪两种呢 一种是让他愤怒 一种是让他恐惧 然后穆建伦尊者考虑说 如果激怒他的话 整个詹布周都会震动 因为那两条龙 已经把薰弥山绕起来了 围绕起来了 绕了三圈 所以让他激动的话 激怒的话 他会控制不住他的身心 整个詹布周都会受到震动 所以他就选择 让他恐惧的方式 就化现成这个 比那个两条龙还大三倍 把他们绕起来 绕了七圈 把他们缠起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两个龙王 感觉到身体 怎么突然变重了 就醒过来 看到有一个更大的龙 就特别惊恐 特别害怕 不知所措 就想 我们的住宿被入侵了 就化作比较小的形象 就赶快跑掉 对不对 其实这里边也显现出一个 很特别的夜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龙不是特别大 特别凶狠 福报又特别大 可以把整个薰米山绕七圈 而且没事不高兴 就喷毒气 对不对 照道理 这么凶残的狠角色 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害怕吧 对不对 怎么看到一个比他大的龙 连拼都不肯拼一下 就马上吓得跑掉了 会不会起疑惑 其实不会 正常来讲 你懂得夜果道理 应该不会疑惑 为什么呢 你从夜果道理来讲 原来两条龙就是习惯去 用他的那个很大的形体 跟他的毒气 还有他的威势去 恐吓众生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他习性上常常恐吓众生 我们都说夜果道理 那个领受等流 你常常让人家受恐吓的话 那个领受等流 回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感果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很容易受恐吓 第二个呢 他在做那个恐吓众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在窜息一种见解 就是我凭什么恐吓你 因为我身体比你大 我会喷毒气 我有我的威势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 他就会窜息一种见解 什么见解 因为我的威势 我的身体 我的毒气 比你强大 所以你应该被恐吓 你应该害怕 对不对 这个见解窜息下去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身体毒气 威势比他更强大的出现的时候 他会被理所当然觉得 我该害怕 会 所以你从业果的道理来想的时候 就是这样 所以平常一直习惯 用自己的威势啊 力气去恐吓别人的人 其实有一天业感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特别胆小 真的就是这样子 真的就这样子 其实你用业果的道理想是这样 因为有的人一辈子都很强悍 觉得我这辈子碰到什么困难 我都凭我自己的努力 把它拼过去了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特别强悍的人 不对 当他碰到一些像山一样 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 他会特别怯懦 真的因为他串习的就是这样 他串习的就是 我要比你强嘛 我的威势力量要比你大嘛 我是靠这个突破的嘛 对不对 有一天碰到一个威势力量 比他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就跟刚刚那两个龙王的反应会一样 他也会觉得理所当然 我是突破不了的 就跟我当初压制别人 认为别人突破不了的道理是一样 见解是一样的 灵兽等流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 你从业果上面观察就会很有趣 就很有趣 所以广论上面讲到那个 真上果跟等流果的时候呢 他就会讲 你那些称心伤害别人 称心伤害别人 你后来会感到一种什么外在环境呢 很多毒虫猛兽 很多恶人恶贼会来伤害你 然后他加了一个形容词 饶珠不畏恐惧因缘 那个环境本身就会产生很多因缘 让你自己感到很不畏 因为你到处造的就是不畏人家的业 知道吗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凶狠 常常吓人的人 其实业感果那天 你会是最胆小最容易被吓的 完全是自己当初造业感德的 他会有这样一个特征 注意 好 后面说 当大目见连尊者调服完龙王之后 就如同壮士手臂 一屈一身那么短暂的时间 就从须弥山消失 这个回到师尊面前 回到师尊面前的时候呢 就帮两位龙王跟师尊报告 说弟子已经降服了两位龙王 让他们受了三规五戒 还让他们对于住在须弥山的友情 发起了慈悲心 他们两位托弟子 顶礼师尊您的主下 并且要跟您说 不知道师尊您是否少病少脑 起居清理 气力调和 我们因为恶业 堕落到畜生道中 受种种苦难 齐请师尊能够 慈悲救济我们 好 然后 木剑连尊者带两位龙王这样起白之后 佛陀听到了就赞叹说 善哉善哉 两位龙王能够对恶趣 升起艳丽心 然后师尊就告诉比丘们说 从今以后我的比丘 比丘尼弟子们 应该要在每次用完灾 念劫灾计的时候 就要念那两位龙王的名字 奏愿他们能够脱离恶道 往生散去 所以呢 佛菩萨就是这种心情 我常常很喜欢复述 那个仁波切那句教诫 就是释迦合著入门讲述者 浩瓦讲人仁波切的那个教诫 他说我们气球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不听见的 听见的没有不加持的 像这两位龙王也一样 他真心悔改 真心皈依世尊的时候 世尊也会给他无比的加持 乃至于让所有的比丘 比丘尼弟子 一直延续到今天 都要特别为这两位龙王祝愿 所以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 那个改善生命 你一定要倚靠 这个聚立业门的力量 然后按照他的教诫 去修改自己 这样子的话呢 就像仁波切讲的 佛菩萨没有不加持的 这样子改善生命的速度呢 就会很快 那这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真正要改的时候 你真正要忏悔的时候呢 修防护力的时候 要下决断 要发誓 要用很猛的心力提醒自己 我一定要成就忏悔的过 我一定不要再犯 我前面所犯的那些过失 那他一些比较细致的用心 刚刚有跟大家讲过嘛 你可以从发誓 一天不犯 发誓一周不犯 发誓一月不犯 这样开始慢慢练习自己 那个发誓决断的力量 这样产生的改过千山的效果 就会真正利益到自己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 学习的这个 无怨无悔 跟广海明月对读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费用的那些过程 说是我们需要发誓决断的